大家好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快讯 今天是1月15号星期五 我是Ellen 那讲到了新闻消息呢 我们前天的时候是看到了美国众议院 针对是否弹劾特朗普再次进行了投票 而在美国的庙堂之上的进行的第二次的投票 让特朗普成为史无前例 遭遇两次弹劾投票的美国总统 那其实不论结果如何呢 但靠特朗普在位四年的执政方式 跟他强烈而有鲜明的色彩特征 特朗普都将注定被全世界的人民所铭记 而在遭遇弹劾的信任危机之后 特朗普与他的铁杆盟友副总统彭斯的关系 也被媒体报道出出现了裂痕 此情此景不禁让我想起 明朝皇帝朱有俭在紫金城破之际 在大殿之上的感慨 文臣勿我各个可杀 那在讲完了这个政治事情之后呢 在接下来呀 我们将会迎来白宫主人的辞救迎新 那拜登上台之后的当务之急 将会是尽快落实一份救援计划 用来稳定美国经济的基本盘 然而指望他在短期之内就拿出竞选时所谈的新政 或者是大搞基建 这有可能是不切实际的奢望 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经济复苏 首先取决于疫情的演变 第二呢 则是取决于各国的灾后重建计划 那近期美股当中的主要旋律之一 是在炒作经济的复苏 在本周时我有讲说对于现在的澳股而言 选择比努力更为重要 而对于现在的美股来说呢 这样的话同样是适合的 那聊完美股之后呢 我们来简单说一下我们的澳股 那如果讲说三月份的时候 我们的澳股都是躺在地上 毛毛带减的筹码的话 那七月的时候我们的澳股 已经成为坐在地上的姿势 那接下来现在的澳股又会是以怎样的一个姿势 在等待我们投资者录局呢 在我个人看来 现在的澳股有的板块 它的价格已经不再便宜 所以对于我们澳股投资者来说 在我们进场布局的时候 一定需要选择一个谨慎而又慎重的态度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跟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大家如果有其他的问题 想和我们讨论 可以添加我们小助手的微信 GoMarkets AU2或者GoMarkets AU3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电话 03-8658-0602 我是GoMarkets Dylan 我们下期节目见 GoMarkets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GoMarkets GoMarket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